在500万人中,只有一个亿万富豪 每500个百万富豪中,只有一个超过亿万 而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就是让读者有机会去了解最真实的亿万富翁 我是Vincent,欢迎回到文森说书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The B&A Secret 中文翻译成,有钱人与你的差距不只是钱 书中讲述了21个身价超过21美金的富豪 通过作者的访问,这些神秘的富豪们 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业故事或是人生历练 而作者拉菲尔巴奇亚 也因为这本史无前例的著作 被称之为最了解富翁的创业心理学家 因而获得了亿万磁网的称号 而不管是经商策略或是为人处事 向亿万富豪请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先从第一个故事中找出亿万富豪的秘密 那间公司太好了,你永远都不会想离开 哈森弗拉斯所创办的利拉玛公司 旗下员工超过3万名 每人的营收额为400亿美金 而他在受访时 分享了他在找第一份工作时所发生的事 他说 那是我在加拿大铁路公司 获得第一个工作机会 而且待遇非常好 但我的叔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告诉我 别接受那份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那间公司待遇太好了 你永远都不会想离开 就无法闯出一片天 因为这一番话 我拒绝了铁路公司的机会 总而去应征一间待遇较差 但符合我兴趣的工具制造公司 也是因为这份工作 我开始在这块领域上茁壮 才会有今天的成绩 巴西企业家帕里索托 是巴西股市里最大的投资家 他讲起自己在巴西银行工作的经验 他说 那时候我正在准备一生考试 顺便参加了巴西银行的公开征事 这家银行 在当地是最顶尖的金融机构 除了薪资诱人之外 这份工作还是个终身职缺 接着 我被分派到一个小城里的分行任职 在银行里工作两个礼拜 我就认清楚 这是个没有出路的工作 那个分行里 包括警卫在内 总共23个员工 都想调理这个分行 而我突然顿悟了 便辞去这份工作 而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疯了 而离开巴西银行的工作之后 我变成了一个失业者 但我却对自己更有自信了 因为我用一份安全 高薪的工作换到人生目标 从那时候开始 我比过去都更加努力 而帕里索托也告诉作者 因为高薪可以保障你的生活 却无法使你致富 但多数人 为了安全保障而舍弃一切 而这也是获得成就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的一大阻碍 当我们去拒绝一份稳定的工作时 身边一定会有人持反对意见 而这时 坚定自己的选择 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了 破坏规则 胡斯努欧兹耶金 是土耳其第三富有的人 他有天前往他所创办的大学 在为毕业生致辞时说道 别做父母要你做的事情 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否则日后将会后悔莫及 如果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却得不到幸福 终究还是对自己负责了 但如果你只是按照别人的话去做 而快乐不起来 那是错在你听从了别人的意见 旗下有200间饭店的石托达伦 也建议读者 当人人都心满意足 凡事均过于乐观时 要心怀警惕 当人人戒慎恐惧时 要临危不惧 因为如果一切从众 将永远无法飞黄腾达 尤其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 有一种危险叫做过度教育 这些人 讲起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时 总是头头是道 始终过于谨慎 他们总是指出一些 可能出错的事情 永远用负面来衡量事物 却没有看到这其中的发展潜能 大文豪肖伯纳曾说过 依道理做事的人 调整自己去适应世界 不跟着道理走的人 只依尝试让世界去顺应他们 因此 后者促成了所有进步 而除了对工作要有正确的心态 也千万别忘了 当我们在更变做生意时 并不是一间公司面对一间公司 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给了你更有价值的东西 贿赂 是印度社会不可破的传统 而在印度西谷被封为 最受推崇的连续创业家的 亿万富豪 纳文简恩 用他与父亲的故事 说起带人处事的原则 他说 我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负责监督政府建设的营造工程 而依据当时印度的潜规则 监工应该会叫承包商 偷工减料 并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贿赂金 剩下的钱交给上司 在食物链中的每个人 都能获得好处 但我的父亲不愿意这么做 这种做法 让承包商很是生气 多次向父亲的上司告状 所以每一年 父亲都会被调去其他单位 我们家也得每年搬家 最后终于落脚在 一个没有公家建设的小村落 那地方没有店 没有学校 没有桌子 我得趴在地上写字 大概十岁左右 我很生气地跟父亲说 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养家糊口的责任 父亲静静地看着我 语调缓和地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但等你长大了 你自然会明白 比起其他父母 我给了你更有价值的东西 你今天可能体会不到 但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简单的父亲 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教育他 诚信是多么重要 而在商业界 要赢得别人的信任很困难 但只要一次不诚实 过去的努力都会变成白费 当然 对方可能会原谅你 但他们不可能 再像过去那样 相信你总是说实话了 所以 诚信诚实 是亿万富翁一辈子所坚守的 而除了诚信之外 还有什么是让亿万富翁 努力坚持的特质呢 我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样是世界软体巨博简恩 他谈起自己的亲身故事 他说 在第一次创业成功之后 有一天 我接到一名女士的电话 他说她的丈夫住进了重症病房 但她有些话想跟我说 我心想 她应该是需要医疗费 要找我帮忙 我告诉她 这位女士 我完全理解你的状况 我有基金会可以提供协助 这位女士却回答 不 我只想请你跟我的丈夫说几句话 我当下有点恼火 心想 好吧 就花个一分钟来打发你 而接下来的对话 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的丈夫接起电话说 我什么都不要 先生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你想离开美国时 是我劝你留下来的 我一直很关心你的事业发展 也为你现在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就只想说这些而已 思绪回到过去 当时我在美国混得并不好 而这个人劝我留下来 并帮我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电话中 我听到这段时 我倒受了一口气 心想 天啊 我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不仅忘了这位恩人 而且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 当下我发誓 再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所以在往后 我努力地去帮助每个所遇到的人 藉此回报我的恩人 这则故事也说明了 为什么许多有成就的人 都乐于投入慈善事业 而这 也是亿万富翁的秘密之一 职人图报 俄罗斯企业家 加利兹基曾说过 打好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最应该注重的 并不是结果 因为结果总是跟随你建立的基础而来 而生活中的基础 就是来自于我们每天的习惯 在作者所访问的21位富豪里面 他们平均每天5点半起床 也都搬在这时候做几件事情 首先是运动 而且最好的运动时间 就是公事忙到你没有时间运动的时候 俄国最大食品林寿企业的创办人 谢尔盖加利兹基 为这种状况 做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他认为 当一个人昏昏沉沉的时候 就是大脑太多负担 但身体却没有负担 所造成的不平衡 所以当你去跑个10公里再回来处理问题 你会发现简单多了 因为这个时候 身体与大脑已经达成一种平衡 而除了运动 韩国CakaTalk创办人辛范朱 也有自己的一套成奸作息 他说 我起床之后会拿着手机出门散步 大概30分钟 回家后就淋浴 这个过程大概也是半小时 这个途中 我会思考不少事情 有些原本杂乱无章的思绪 都会在这些时刻变得条理分明 接着 我会听音乐30分钟 然后跟家人吃早餐 之后再出门工作 而访问中的富豪们 几乎每个人每天都会阅读 除了相关产业的作品之外 他们更喜欢看的是伟人传记 有些富豪则喜欢侦探小说 或是纯文学作品 但他们都说到了 阅读绝对不能无效率去翻阅 应该将不错的作品整理成一份列表 接着 依照当时所面临的挑战 决定挑哪一本来看 而影片的最后 我想用全球鹰价龙头公司的创办人 阿里塔德的话来做总结 他说 辐色的汽车开到200公里时 车先就会开始不稳 而一台高级的保时捷 却没有这个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设计时 并没有那样的限制 一台车的限制 来自于内部构造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心态 目标 习惯 动机 如果我们开始消除心中那个 我只能做到这样的限制 或许我们还是无法成为富翁 但期望我们这一生 能够带着一颗风银的心 度过每个不虚止的今天 我是Vincent 哲学家辛尼卡曾说过 问题不在于人生短暂 而是我们虚止了太多时光 如果未来作品值得你期待 请别忘了按订阅 我的Instagram和Podcast 也欢迎你们在这里找到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